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还有呢 这些购吗呢 够了 够了 谢谢叔了 叔没明白就你 要这么多折枪干什么呀 我想这两天吧 把咱们村的垃圾收拾收拾 拿废纸箱做几个简易垃圾箱 摆在村口那儿 村民一看 就不会乱扔垃圾了 你这可是造福咱村呀 那个 那你这事 等于是给村里干的呀 对 算是吧 那就公事了是吧 这叔叔 叔有事跟你说 就是熟这些箱子吧 平时就不是随便就都给人来 尤其现在呢 这么多这往外给 我一般的箱子 我都给咱们那个分别收拾 那行 那叔 你算算大概多少钱 我给钱 提钱干啥呀 提钱呢 这不值几个钱呀 这才二十多斤 你说五毛钱一斤 叔 连叔 给 连叔 森助理也在 森助理 你好 花花 你好 这是 这是干啥的 我问叔拿几个废纸箱子 要废纸箱子干啥用啊 我想把它做成简易垃圾箱 给咱们村用 你这想法好 是吗 叔 哪儿钱 哪儿钱呢 叔刚才算了一下 大概有二十来斤 五毛钱一斤 十块钱吧 我给 这箱子还收钱呢 这不行 这有成本的 不能让叔亏本啊 叔 你拿着 我说指令不能要 不 应该收 这钱不能收吧 是 花叔对 叔给你闹玩了 你这孩子当真是这孩子 我哪能要这钱呢 弄得我快不好意思的 你干啥来了 我来怀钱来了呀 上次不是在你这儿拿一袋挂面吗 给你 这个拉倒 养过钱的事 你干啥呀 叔 你给你拿起来吧 你快拿回去吧 孩子 那我拿回去了 我给你这孩子 那行 三助理 要不我帮你一块扛回去 行行行 那你帮我拿个筋个吧 好 用啥来啊 好 谢谢叔了 好 走了 叔你真大气 那你 叔啊 为什么我气啊 谢谢叔 走了 走了 叔 老嫂子 老五呢是有点浑 可是他是老田亲外甥啊 老田那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说得不好使啊 再说我这当舅妈的 也张不了这嘴是不 娟子 你别着急啊 这个事嫂子理解你 那啥 跪这儿 你赶紧找你大哥的 跪这儿啊 谢谢你啊 没事儿 婶儿 我这就去啊 别急 好 那那啥 我要走了 你再坐一会儿 你看看 张啥急啊 你看你 来 这边 用你的 这费电池也有专用箱啊 那当然了 这个叫垃圾分类 你啊 别小看费电池 有资料显示 三千吨的费电池 可以回收三百吨的鑫 六百四十吨的二雅化毛 还有七百六十吨的铁皮 它的价值 相当于咱们国家 开发了两个 中型矿山的费电池 而且 它们还是一个 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资源 你怎么能记住 这么多数字啊 这没啥 你要多看几个念的东西 这可不一定 这不愧是大学生啊 懂得就是多 别 别老夸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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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这啥呢 忙见证点 那行 那我先回避去 别别别 等会儿 哥 你咋来了 我咋来了 这啥呀 真找到了 可以啊 哥 你忙吧那你 不是不是 过来 我跟你介绍认识一下 这是田花花 也是这个村的 这是我表哥叫吴城 在有莲村 你好 吴城 你好 你这是村主任 过来你啊 过来你 村主任助理 大学生村官 咋也不像啊 你这发型不是很像 文艺青年 我可可文艺来着 那行 那你们在这儿聊吧 我把这点粘完了 把这两个垃圾箱先搁出去 好嘞 你们聊吧 好好好 我把这儿捏出去啦 慢点慢点 没事 太难了 你坐过去 干啥呀 这么严肃啊 高原呢 你听叔说啊 你承包这个鱼塘不容易 偷鱼罚款那是定的规矩 对谁都一样 你不能因为老五 是 是 是我的外甥 是村主任的外甥 你就不罚呀 那别人再偷鱼那咋整 你罚还是不罚 你要真这样的话 你说我这个村主任 还能不能干 认叔 你也知道 我不太会说话 但我高原杀人 你心里很清楚 这钱我不能要 我当初让他立这字句啊 就想吓唬吓唬的 不让他再来我这儿偷鱼了 当初没告诉你呢 也是怕你生气 把你现在知道了 就把这字句拿回去了 谢谢啊 你闭嘴 你拿回来 高原 这钱你要是不收 我可不是开玩笑 我 我马上到镇里 我找镇长 我 我辞职去 不干了 那就 听说我竟说这气话干啥 那你要辞职的话 那我也走 我在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别别别别别 你俩因为我这点小事俩人都走了 多不好啊 你闭嘴 你能不能不说话 高原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这钱你到底收还是不收 干啥呀你 哥 哥 我说这么半天了 你听进去没有啊 那滨县那么多村子 你非跑这英杰村了呀 那 那咋了 你别老说这个村穷 那个村富的 这村要富完来干吗呀 还干啥呀 你真当自己是救世主了 你到这村了他就能富 那我在有连村那么多年 那你没看有啥变回 那富了吗 理想和现实 那是有差距的 行行行你别说了 反正这个村我决定来了 不走了 我没说让你走 我也支持你当这个村官 是不是 我现在就是说 你去找镇长 你跟他说说 咱这调个别的村子 不行吗 我来前世汪镇长 亲自开车送我来的 那 我咋有脸跟人家说走呢 那别 那别 你来的时候做到把我亲眼看 你来这送你来 你这吹吧你就 你知道啥呀你 我不愿意跟你解释 说也说不清 那你不去我去 别别别别 你别白话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村我就不为别的 我就想踏踏实实干点事 是吧 你说我想找个工作 环境好的地方 我留雷蒙不得了吗 我这么远辛苦过来干吗 我就想干点实事 你就 你咋就不知道 不理解文具 白说了呀 我是看出来的 你那哪瓜子 又不做男权 你是不带回头的 这几年呢 我总结了几句话 临走的时候 我送给你 干点儿 意思意思 不干 不够意思 干多了 你啥意思啊 干完了 没啥意思 哥 你说啥 这意思没意思啊 我看你就挺没意思 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去 你说我跑了一趟 就哭口婆心的你家呀 好的 行 我走了 别别别 我给你拿点东西 啥呀 这本书 我觉得 特别适合你现在这状态 回去好好看看吧 《大学生村官的自我修演》 我最近也写了一本书 叫《大学生村官的自我修理》 回去拿给你看看 这我用着 行了 没啥跟你说的 回去好好修理修理吧 这不是 你调这儿来 你那女朋友下来拿这样啊 我说你咋管这么宽呢你 啥玩这我管的宽呢 我是替你着急 这么多年我吃那么多亏 想当年我那么多女朋友 女性朋友 吹吧 吹吧 吹啥吹 现在没一个打理我 就因为我当着这个 这个村官 前车之剑哪 我送来了 老公 你又别找孩子再去 阿姨 妈 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 你好意思问我 我都要问你 你为什么没去上班 干吗去了 阿姨 这两天工作压力太大了 我带兰兰去玩了半天 杨凤啊 你知道我一直信任你 所以让你接兰兰上下班 可不是让你带她去玩的 我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没干什么 杨凤 我说得对 对 对 阿姨说得对 兰兰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干吗去了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事我就不追究她了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 包括你 杨凤 别帮我翻脸 阿姨 妈 来来 是 杨凤 我累了 你先回去吧 好 今天谢谢你了 没事 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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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说的都说了 你非要给这钱 让我们做晚辈的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到我这儿吧 我这儿把这儿拿来 拿出来 叔 你看你这是干啥呀 叔 拿这么的吧 我把这警示牌拆了 谁爱老谁老子 捞没拉倒 你看行不 你说 你说你这孩子 能不能懂点事 以后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还偷不偷了 不偷了 那你给道个歉 闺人 错了 还有你高颜哥呢 错了 二雷 你干啥呢 我陪 陪他呢 你 你倒下 跟我没关系 我倒下歉呢 他得有了 行了 叔 那这条呢 咱交 叔 桂枝 走了 咋的啊 再待会儿啊 走了去啊 啥 周大致 你咋想的 让我爸去给你们家道歉 可能吗 那怎么的呢 那要不让你妈去也行 我妈也不可能啊 那我去求求你妈 还不行吗 要不给她磕一个 要不给你磕一个吧 行了 行了 怎么都是这样 回去吧 那你搭也没有啊 我搭也有啥用呢 那不还得看我妈吗 你太够意思了 兄弟 你去吧 回去吧 我自己走了 男子 我相信 你肯定有办法的 回去吧 好 ④ 幸好有人家 不知道有没有期购 有人没有啊 有人吗 屋里有没有人呢 啥事啊 弟 长一大 能不能帮个忙啊 咋的了 这家车带没气了 这有没有气管的 打点气 那你先过来喝杯水吧 不用 不用 你看 这家太客气了 没事 刚烧的天气有点热 哎哎哎 我给你找找去啊 哎哎 哎呀 山美 水美 这人更美 你说这两口 他这过日子太惬意 意了 这家 大哥 月儿 早上了 来 来来来来来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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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自己来 你用我帮忙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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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接着去 我自己来去去 来来来来来来 大妹 太谢谢你了 太小了 大妹的 这地方太好了啊 衣衫帮水的 是不是啊 这么大鱼塘全你家的 不是 是我大哥的 那不一样吗 那不都你家呀吗 你说都这么有钱了 还穿这么朴素 特贵的嘞 这家 你别管我 你装在那歇着 你 好 没事 谢谢 大哥 薛忠 你好 这位是 不是 车带没劲的 到你家试试机碗 谢谢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用吧 用吧 大哥 你帮他弄吧 不 我先回家送饭去了啊 行 行 慢点啊 来 大哥 这么大的鱼塘全你家的 这一年得赚多少钱呢 赚啥钱啊 这鱼塘整了好几年了 这净赔钱了 不能啊 现在鱼价挺高的啊 这鱼挺好卖的 你咋还能赔钱呢 回头我帮你连一连一连 这价还赔钱呢 还没天理呢 真的假的 咋还能说假话吗 谢谢了 谢谢 谢谢 你家这大妹的 太好了这个 你这太热心腸了 这也不知道妹夫 这干啥的 哪儿有妹夫啊 那就不对了 我看大妹子这样 这也二多了 你再也不找那瓦的 陈队 这你不了解 这各家各家的情况 这你再有情况 你也不能耽误大妹子 再说你找一妹夫 帮你使头使头干点活 这省不少薪不是吗 是不是啊 这可可咋办呢 什么事 你不哭了啊 哭了 好了 好了 咋的 烂了 我跟大志定亲的事 那全村人都知道 我爸还挡着大伙面不承认 丢死人了 好了 哭了啊 不哭了 你就紧接着 又让人大志去给推车去了 还让他妈给看着了 这说点好话也行 那说的是啥呀 手给人气的 咱现在这么对人家 这结婚以后得咋对我呀 这事你都怨你爸了 也不怨你 再说你不就去他家里 陪过礼道过歉了吗 我道歉有啥用啊 人家说了 那是老辈的事 跟我们没关系 人家说得也对 要不这样 姑娘 那让妈去老周 我就去一趟 然后我替你爸 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 真的 妈 好了 哭了 你真好 哭了 我的嫂子 那平常你那厉害劲 那算计劲都哪儿去了 一到关键时刻咋就不行了 这咋有能的你爹妈呀 都得摘到这儿儿女手 儿子不跟你长脸的 非得跟他马蓝搞对象 你说我能咋整 你说大致是咋的了啊 那好女孩有的事 非盯着马蓝哪 是没出息 死心眼子 一根筋 这一根筋也不随你 随谁了呢 随他那私爹 他真是 和他爹了 回来了 大致妈给这儿呢 主任 你这脸色还这么难看呢 是吗 没事 小五呢 别提小五 就这个祖宗把我给气的 我回去了 等会儿早的 站着点儿落筷 我给你出出主意 好好收拾收拾 走 你干啥去 没事 快点儿回来啊 走 快点儿 我 走 你干啥呢 我不行给他摇着了吗 摇不着了 咋子呢 你刚才是不是把机器给拆开了 你休想不拆开嘛 马蚁给装上了是吧 装上了 那多出这些零件 怎么回事啊 那不 没装我呢嘛 不行 你来 我来啥呀 哥 我又没上过绩效 你上过绩效 你那绩效咋学的呀 我这是速成本 怎么个速成本啊 这交钱就给文凭 就没学过呀 没学过八胎谁整的 那是你拔的吗 那拔台的不机器拔的吗 你没学过咱开啥修理部啊 早天我那开刷牙的时候 不行 想点别的来钱道啊 想点啥道啊 哥呀 你看这个 拖拉西 这些车 那不都咱开业的时候 相礼相亲过来给咱捧场去了 都过了一个半月了 你哪怕能修好一台呀 哥 这挣点钱咋这么费劲呢 钱啊 这就是命我给你付啊 钱呢 你说 跟咱班到班那帮人 哪个不比咱俩强啊 哥 那大致 现在给学校董老师呢 咔咔咔人爱月开钱呢 找个对仗也好 马篮 那不咱村子富二代吗 你带看人爸 马大山 你看人家活的 那手指缝里拉拉出来个钱 都过咱俩活半妹子了 知道不 你别跟我提马大山 咋的啊 他有钱 他有钱给咱花贵啊 人家给咱俩花呀 他给谁花贵啊 不是 他他他 活成那样就没啥意思 他他那还叫人 说谁呢 叔叔 老我呢 你这帮我呢 我这店不欢迎你 你的店 二雷啊 二雷啊 这不你家活吗 是 是 我租的 你租的 二雷他给钱吧 不不不不 你打欠条了 你把欠条拿给你看看去 打欠条了 欠了 想你救 也是个村主人苗 能不能别提我救 搬手拿去 没大没小 你跟谁比别花花的 你别生气 干啥呢 你哥啊 怎么该说说话呢 叔 你别生气 我别跟他一般见识 叔 你来 是不是有事啊 二雷啊 你家有没有个旧电瓶 有 有 有 没有 到底有没有 不是咱能不做他生意吗 不是哥 你把电瓶卖了以后 咱不直接找个人过来 把机器熄完不得了吗 不是你不知道 叔 咱那会儿呢 你那不不卖了你啊 我 那是你啊 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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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说干啥啊 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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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两号 我 完了 你不信 放哭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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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电瓶是我的不的 叔您听我说是我的不 叔您先听我说是我的 是 是我的 嫂子 别 你再来了呢 我今天来给你道个歉 道啥歉呢 装啥装啊你 我咋装了 就你家马大山干的是人事吗 叫大智帮着推车 拿大智当生后用了 你知道咋回事啊 咋就不知道咋回事呢 你少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就你家马大山就是笋 那笋的头发都掉光了 你看不着啊你啊 我家马大山笋的 把头发都掉光了 那你家田三友不生孩子 那不更笋吗 你再给我说 我说几遍我都敢说咋的 我来找嫂子说说孩子这事 你跟这掺和啥呀 你愿意掺和你各个生意了 是不是 咋的 有你啥事啊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几遍都敢说你 咋的 你竟然给我挠你了 你敢 你小样 你动我一下 你这事 我敢 你咋的行啊 别打 别打 你打 你打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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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打起来了呢 你这什么事啊 你这把老师啊 你这把老师啊 周叔 周叔 你家打起来了 早事 那你去看看去吧 我去叫我熟绩啊 好好好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跟谁打起来了 这怎么回来 这打起来了 小孙 竹人来了 你整得挺大呀 我觉得这样敞亮点 不 挺好的 挺好的 那就行 咱让准备的 差不多了 我想保护环境的规章 应该人性化一点 用了这标题 您看一眼 挺好 有啥建议都给我提 我好调整 我没啥建议 你整吧 叔 叔 你跟着 叔 都说家打起来了 你家 到底谁家呀 我婶 马来马大芝麻吵起来了 叔 赶紧去看看一下 快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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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回来 咋回来 你偷我电瓶干啥 我电鱼了 电谁鱼 高原的 电高原下的 那我现在可给他打个电话 说 说 说 高 高原值得了 值得了 值得了 值得就拉倒了 没有 这 罚我 罚我款了一下 罚你款了 你给他钱了 我哪有钱呢 打的欠条吗 打欠条了 你说这电瓶 你都给我使快没电了 我咋用的 叔 那你说咋样 买新的呗 叔 我没钱呢呀 没钱呢 张忧老舅吧 别说 不 二雷 有钱呗 你给我写到二百块钱签条算钱吗 叔 真没钱 你再想想别的这儿 真没钱 那有啥这儿 这找找老舅就完了呗 干嘛得了 叔 这样 不行了 也让他给你写上签条 你这孩子 我把这茬忘了 你是靠写签条过日子的人呐 是不是啊 问题啊 是那样 孩子啊 不是我不相信你 你说到时候我拿签条找你 你要不承认怎么办 叔啊 你到时候再告他老舅呗 对 对 到时候再告他老舅是吧 问题我现在没有使的呀 叔啊 这么点 这个电瓶你先拿回去 对付着使上 行不 就当我们押给你的 你押给我 我现在我关键是没使的 我不急等用吗 叔啊 行了 叔啊 要不这样 我现在找个笔 找个纸 现在让他给你写签条 二雷是个好孩子 真是好孩子 老舅舅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你吃存储人 喜欢我就怕你 你以为我熊是不是 你以为我好欺负啊 我跟你说啊 我也不是吃醋的 是 看你这体型 你就是吃肉的 我专门吃你 信不信 我还挺心情的 我还挺心情的 老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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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舅舅 老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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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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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谁呀 收拾你 周里 你这个样子 像个不冷房子 嫂子 冷静点 咱们有话好好说吗 怎么了 就是 注意形象 注意形象 注意啥形象啊 对 注意啥形象 这都是为你家打起来的 为 为我家 为 咱家咋了 别动 大伙儿听着啊 去他们家 老大舅 太损了啊 前脚都不认亲 后脚让人家大舅推车 有这样的吗 有这么损的吗 你们说是是不是损 就愿意 愿意 愿意 愿意的推车 大舅舅 大舅 你都因为这么大舅舅 谁与动手了吗 就是 乡里乡亲一个村住着 是不是 站起来 我不下蛋那种 天天让他说我啥的 你再说一遍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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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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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进来 吓一遍 好 主人来了 就别到我主人来了 主人来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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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你来了 我可让不住了 分啊 分啊 咋的了 管犯谁呀 不是 我就分 你洗手的 你打的了这是 你忘了说我啥的 你忘了说我啥的 别打你 别打你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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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天天有动手吗呀 我问你 说话 有他没打 不是 大舅 你真是话说的 这了解情况 你啥这我打人不打人呢 是我 我能打人哪 我这也是了解情况啊 不是 你了解情况 你咋还从我打不打人呢 不是 你们家满身家 你 你们咋回家人呀 满身家打人 你还要打他呀 你这什么情报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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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了 没事了 打 咋不打了 静着打 大叔 大叔 你们 我这嘴笨也不说啥 我就说一句话 如果打架能解决问题的话 打 打 打我也行 我等你 你等你 行了行了 喊什么话 把精刀给我 给你 你看看 我真有身分底练 你咋能这么对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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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少说两句 李大阳 你把你身给他带回去 好 带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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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受了 是吧 没事吧 你那点不舒服啊 来来来 谁 跟他那种人你 他不说你 我能跟他打吗 就是 实在不行 就去医院啊 老师傅 咋咋还干出血来了呢 主任 我真不知道啊 你身体为啥呀 是不你惹的祸呀 我哪知道啊 别打了 你俩再打起来吧 主任别生气啊 你早点告诉我呀 道士 我也不知道啊 主任 赶紧再了解了也行 主任 主任 小心点 主任 你呀 认识解了 主任啊 哎呀 你俩是聊不 我可回去 你小心点 是不是你也得祸呀 嘚瑟 是不是嘚瑟 给我回去 这是干啥 这一点不注意形象啊 就你这 那想象 回去 来 这边去 妖鹤 妖鹤 来了 来了 坐 请你需要点什么 来一杯拿铁 好的 好的 哎 我听兰兰说 你前几天回国了 怎么样 在国外 还适应吗 这都待几年了 肯定适应了 挺好的 其实 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事求你 开门见山吧 这么多年还这么值 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 我想让你 帮我劝劝兰兰 让他面对现实吧 他现在 太痛苦了 你是 让我劝劝他放弃孙浩然 聪明 为什么呀 因为 我喜欢他 你这个理由 倒是挺充分的 不过 兰兰她喜欢你吗 也许 也许她现在不喜欢我 可是 我可以给她 孙浩然给不了的生活 我相信 早晚有一天她会喜欢我的 孙助理 今天多亏你了 要不然真不知道 会出多大乱子 没事 小事 小事 你别说 今天孙助理这么一做啊 我倒觉得啊 杠杠的 成爷们儿 开什么玩笑啊 孙助理都受伤了 咋了 我说有错吗 那我就觉得呀 这绝对是 大丈夫的行为呀 咱俩应该支持她 别 别说了 其实真没啥 你看咱跑过去的时候 都打成那样了 一团糟了 咱得帮忙制止吧 但你别说啊 这样一来 我们村里的人啊 就都记住 你这个大学生参观了 你觉得呢 孙助理 别叫我孙助理了 你们叫我 叫浩然就行了 浩然 那哪行啊 要不 要不以后咱俩就叫他 浩然哥 浩然哥 我看行 浩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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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爷没事老改墙头 这晃啥呀 明天不清 你就搬墙头上住了 我不就想找你 唠了磕嘛 你看那咋的 咱都多大碎碎了 还唠啥唠啊 注意点影响吧你 你注意啥影响啊 你说 你不让你上我这院来吧 你还不来 上你那院去 你还不让去 在这儿唠呢 你还怕影响得不好 你说这磕咋唠啊 那就不唠吧你 我不就想唠唠� 我一个人呆得多么意思 我唠唠�还不行啊 行行行行 这还咋还起眼呢 你超乎巴伙的 盼权堵 听不着啊你啊 听着能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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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叔 你跟我妈唠磕呢 过来吧 你进屋跟我妈唠磕吧 我我 对了 不是 你可叔不是来唠磕的了 他是来看看妈养的花 对对对对 说这花好 你看看完花就回屋了 回去吧你回去吧 我再看看 你可叔不是来唠磕的了 我再看看这花养得好啊 妈 我给大哥送饭去了 你快去吧 去吧去吧 这孩子可真好啊 孩子是个好孩子 可是俺家二军走得早 你说整天跟我这姑老婆子 改块混得 得啥时候是个头啊 我把人家孩子给耽误了 话里说呀 这孩子应该再向前走一步 是呢 这句话我跟他说了好几回了 可他就是不走啊 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你说我这一个 土埋半截的人呢 他就说舍不得我 他有啥舍不得呢 要不你先打个样 你一往前走一步 他不就跟他走一步了吗 滚滚滚滚滚 说说你就没正溜 你看人唠啥呢 你个老辈正行的你 你还急眼了你说你 小秦 小秦 我说咱们壳还没落完呢 这还急眼了你说 这花可真好 这花呢 你俩干啥做法呢 吃饭呢 我们心可没那么大 能吃你吃呗 我咋的呢 都说打仗的又不是我 我为啥吃不进饭呢 那不是 你要不让人来道歉嘞 能打起来吗 对啊 你要是不让人来道歉嘞 道歉 道什么歉啊 就没明白 那他们俩怎么在咱家院里打起来了 那我哪知道啊 碰上的呗 他俩是地雷啊 一碰就这儿 我不知道 反正他俩打仗没我啥事 再说我拉战了的 行了别说了 老弟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咱是干过家庭 在外面要注意形象啊 要树立美好的形象 行了 你啥形象呢 你照镜看你就有形象吗 那你又这么整 忙得我那个事 你 你的 你的事 他什么事啊 吃饭 我可吃不下去 他什么事啊 你不吃下厨去 芬儿啊 几分 今天我亲自下厨 红烧排骨 太好了 来 今儿高兴 咱俩喝两周 芬儿啊 芬儿 芬儿 芬儿为啥呀 你看 我敬你一杯 来 敬证没用的 敬我酒干啥呀 媳妇啊 你说咱俩结婚这么多年 今天你啊 终于找到了 给我马大山当媳妇的感觉了 太好了 啥感觉啊 我给你当媳妇 就处于给你打仗去啊 干仗咋的 仗打得好啊 太好了 首先今天这仗打的 咱们家没吃闺女 第二呢 那天咱俩把她气的 这脸哪 一会儿青了 一会儿蓝了 最后又是气绿了 最重要一点 就是他们老周年 让她值得知道 咱们老马的不好惹 知道不 我不吃了 摔谁呢 不 他这摔谁呢这是 摔我呢 这咋都不吃了 都不吃拉倒我吃 我不断吃我还喝呢 你看你那张脸啊 打进门到现在就没笑过 你想咋的 你想咋的 我早就跟你说过 人家是亲家 亲家之间那事自个儿解决 你给这儿瞎缠不啥 你看你这话说的啊 我不为你好啊 你拉倒吧你 打架为我好啊 那是 招地有难我能不帮吗 帮了招地就等于帮了老周 那老周要跟你一条心 你这村主任的位置 不就稳当了 我稳当啥 你听说过有几个村主任的老婆 总跟老百姓打架的 那是马兰她妈 先说我不下蛋 那不下蛋能怪我呀 别给我总提这事 你跟我吵吵啥 你跟我吵吵啥呀 你就能跟我能带 你有能带上外边吵出去 今天打架 你吼了那嗓子 好使啊 要不是孙助理这架不定打成啥样呢 我问你 那个孙助理到底 啥来头 大学生村官 上级派下来的 不跟你说过吗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就拿今天打架来说吧 你 老周 金凤全来了 没好使 你说他这小子一来 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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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架没打下去 我觉得这小子对你有威胁 你得防着呀 啊 哎 我这喝酒呢 你再端走了呢 你干哪儿吧 不客气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